事到如今已成定局 阿英 你别怕 小兰战摇了摇她的手 二哥哥 我 我就是吓到了 好多人 没事的 你按照叔父教的再做一遍就好 小卫英点点头 她走上前 门声地上六里 小卫英按照离行三拜大礼 念誓词 魏常泽 藏色散人之子魏英 今日在此进到天地 蒙清恒君爱戴 得以拜入门下 今后必当谨遵师尊训事 赌至好学 勤习修炼 自胜自强 除魔未到 斩杀邪魔 无愧于天地 不负师尊教诲 清恒君双手扶起她 既然你我有缘地成师徒 日后我定带你如亲子 你早前受了苦头 因此 我今日为你取自无限 望你事事顺心 时事康健 盼你日后能做一个无愧天地 无愧于心的名门修士 是 师父 弟子无限谨尊师父教诲 清恒君拿来族谱 将为英之名记上 并受他拦是嫡系末额 众人都不由地惊讶 清恒君竟然如此看重这一个小官 温若寒命人送上礼平 我与你父母也算是好友 希望你日后能向你父母 成为一代侠士 小维英看了一眼清恒君 清恒君点点头 小维英方接过礼并攻身道险 典礼完成后 众人以为今日算是事了 乃至清恒君却出生到如今 我图无限已入我难世 未是夫妇便就是我难世客亲 无限年幼 今日 我想替我这可怜的徒儿 问江宗主几句话 众人看着清恒君一脸的郑重 纷纷坐好来 准备着看戏 江宗眠连忙说 不知清恒君要问江某何事 清恒君冲得一旁的两个陌生的少年点头 那两个少年上前一步 在殿中 放上一张大桌子 一挥注意 桌子上出现的赫然是卫氏夫妇的尸身 众人一阵惊呼 江丰眠震惊地站了起来 这 不可能 江宗主 可还认得你口口声声说的好兄弟 清恒君冷笑道认得的吧 不知江宗主午夜梦回 梦见过他们二人夫妇没有 江丰眠自然是认得的 不知清恒君是在何处寻的他们 清恒君并不回答 只是伸手扶过魏长泽胸口前的伤口 温宗主 你且看看 这件伤 温若寒起身来到他身旁 仔细看了几眼 这是江家剑法 不会有错 藏色这身上还有紫垫的痕迹 这 怎么会呢 江丰眠立马否认 我与长泽二人兄弟一场 无冤无仇 我长泽甚至帮我将是平定内乱 如此功臣 我又怎么会是忘恩负义之辈 我蓝师有问灵之术 魏氏夫妇已魂飞魄散 然而 藏色三人之见有灵 可以问个究竟 到底他们夫妇二人是如何身故的 清恒君对着蓝起人点点头 门声拿上鼓琴 清恒君亲自谈问灵 蓝起人结语 于紫垣想出声 却被江峰眠拉住了 问灵情音响起 藏色三人的佩剑一阵颤动 发一道微弱的光 而乃何人 藏色三人之见见灵 可知藏色三人如何身故 知 可否到来 那日将是宗主发求救信号 我主人前往相助 却不料将是主母从背后偷袭 将夫人嫉妒我主人貌美修为高 将宗主抱怨主人夫君不愿意留在江市 于是杀我主人夫君 二人逃走 将夫人毁坏乱藏岗结界 怨气暴动 将宗主与江夫人逼得我主人二人跳入乱藏岗 他们二人见结界已破 怨气危害苍生 燃烧神魂 用尽数修补乱藏岗 他们二人以灰飞烟灭 可还有心愿 主人去前担忧小公子 为阴已入我难事 为我难事敌三公子 可还有求多谢 请兰宗主重铸健身 我愿替主人守护公子 于 江丰眠 你还有话说 兰启人解完情语 就质问江丰眠 不可能 我若不舍得为长泽离开 当初又为何放他们离开江市 兰启人皱眉兰师不打狂语 问灵之下无谎言 杀了就杀了 你又能如何 于紫渊冷笑道 温若寒问这么说 你们是认了 别的不说 我只问一句 你们可知道乱藏岗结界一旦被破 是何种后果 于紫渊不在意的说 如今不是好好的吗 再说了 这两个叛徒不是自诩名门修士 如何就能见死不救 名完不灵 望顾人伦 兰启人真是气坏了 清衡君 你如何处理 温若寒看向清衡君 清衡君看向一旁被自家夫人抱在怀中的小卫英 他似乎已经明白 死亡到底是各种意义 靠着清衡夫人嘀嘀的哭泣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于紫渊一挥紫殿 你们敢 你们这是和我云梦将士 眉山于事宣战 眉山于宗主 于宗主无语得很 连忙到这 这不关我于事之事 这于紫渊既然已经出嫁 那就是僵尸的人 我们可不知道啊 今天 我就将于紫渊这个泼妇逐出家谱 他代表不了我于事 于紫渊气急 紫殿挥向自己这个束胸 于宗主被打了一边 哀嚎不已泼妇 你这泼妇 温若寒和清衡君对视一眼 二人齐齐出手 与江峰眠夫妇打了起来 自然 这两位成名已久 修为自然不是 江氏夫妇可能比的 没多久 江氏夫妇败下阵来 江峰眠 放心 祸不及子女 我会放过你一双儿女 清衡君将为常泽的配件 丢到他跟上 于紫渊正想破口大骂 温若寒却不耐烦 一掌拍中他心脉 当场逼命 江峰眠看了一眼魏氏夫妇 又看了一眼魏英 他叹了口气 不明白到底 蓝氏是怎么知道 魏常泽死在乱葬岗的 他明明扫尾很干净 可惜啊 柚子无辜 还请清衡君说话算话 放过我孩子 江峰眠最后以此谢罪 清衡君闭上眼 放过是会放过 只是阿英这一年多来吃的苦头 你孩子是不是也能在那种环境也能熬过来 这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温若寒厉声道乱葬岗多凶险 诸位想必心里清楚 日后谁再敢妄动乱葬岗结界的 本作要你们一族之命去填 都死不足惜 不敢 不敢 众家主连连摇头 他们乃有哪个胆子啊 这将是夫妇也是蠢透了 这都什么心理 留不住人才 还怪人家太优秀了 幸好有魏常泽和葬色散人 不然这修真戒可就是遭遇一场大难了 众人暗暗决定 多留几日 送送他们一成 好人了 清衡君抱过魏英阿英 来 看看你父母 师父 他们还会醒过来吗 不会了 他们都是为了天下苍生而牺牲 大人大义 阿英 你要记住 你父母都是大英雄 是想当当的人物 你该为他们骄傲 他们会在另一个地方 看着阿英长大成人 魏英靠在自己阿娘身上 痛哭不已 安泽和长眼看着心酸不已 二人连忙过去哄自家小爹爹